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受尊重的程度是不够的 但无论如何 他都是世界第三多人看的足球赛事 国家级 当然是世界杯 欧洲国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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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国家自 dipotard上 Mississippi 希望这次改双这个减色 中北美洲人 alı Michel 可以是很穩定的 參賽過規矩、資格、連期 慢慢慢慢 希望他會承認 因為現在他們說 在往後的日子暫時 南美足總和中北美洲 就會重踏著歐洲國家盃 球迷來說其實是會分散了 但是 有個好處就是球會級別就會好一些 因為不用說我今年就放我這群球員去歐洲國家盃 明年就放我這群球員去世界盃 後年就放我這群球員去南美國家盃 這樣就很難搞了 永遠都不得呼 非洲和亞洲都在一起 其實這樣就好一些 剛好去年不知道為什麼 是否今年 亞洲盃和非洲盃 撞了 結果有些球員回到亞洲踢 選慶民說是唐泰武那麼好 非洲盃又跑了一些 那你真是 真是 真的有時候很難怪 那些球會 或者球迷 都會在這裏多話說的 大佬 錢就給你那麼多 但是對方踢不到 因為不敷衍 或是傷了 也是很難怪的 好了 當然了 我們每一天都要先講講新聞 講講新聞 但這些新聞實在太厭惡了 我昨晚和我老婆和我兒子 又回到我們 我說過我不會直接賣廣告 在我公司大約 步行七八分鐘 其實是吃海鮮蒸鍋的 其實我知道這間店很久了 但是終於 應該是幾個月前吃了第1次 昨天是第4次吃 這樣就奇怪了 我昨天訂桌 因為我知道 有很多人的 所以訂桌 他就回覆了我 他說8點鐘 我說不行 我要8點3 他說OK 沒問題了 但是我8點 3、4個字 走到差不多一半了 他們電話來催我 我說OK 等我 好了 我去到城門很多人 我們吃到9點多鐘 他沒有說吃多久的 9點多鐘吃完走的時候 外面仍然是有人 9點多10點 是準備入籍的 老實說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很奇怪 你是不是便宜了 我三個人吃1,210多 說 你不要看那個甘心不貴 但是也不是便宜 是吧 但是你吃的東西 是海鮮 但是是不是 出色的那麼重要呢 其實香港人心目中有把尺 那些深水埗是甚麼地方 太子 他覺得值得吃的 他仍然有生意做 他當然是聰明的 他做這些精鍋 第一就是 早幾年曾經 流行過的 然後 很快我不知為何 我喜歡吃蒸鍋的打火鍋 但是最重要就是 你媽媽做蒸鍋真的很聰明的 你 你知道 阿正你做過 飲食就知道 打火鍋也要找人切東西 是啊 是不是 海鮮蒸鍋洗東西 海鮮蒸鍋是洗東西的 極其量 是把龍蝦 鬆東西撒悶 然後 請了一群大姐 因為她是跟我們蒸賣的 你吃完這個就跟蒸鍋那樣 真的要調整個妝 很好啊 是啊 真的 像陳契餐那樣 很敗禮地吃完這些 最後就是吃烏冬或粥 因為我最喜歡研究別人的生意模式 那麼 她真的節省得盡了 你想想 薑蔥 薑蔥 那些 阿姐都可以做的 那你就節省了廚房很多錢 你說真的 我不知道 我想你請過 就算是打火鍋 那些刀手 叫什麼 薑蔽 薑蔽 即使打火鍋 也要兩三筆東西 薑蔽 起碼 薑蔽 是吧 薑蔽 會把那個 所以 他有一個 他叫做 廚師法版 什麼叫做廚師法版 其實大致上 就都是那些東西 但有時候 譬如說 沒有了大鳥蝦 可能會給你鞋 沒有了醬物放 可能會給你 不知道什麼 或者今天他拿些什麼貨 哪些嶺 今天有什麼新鮮 就這些 是啊 其實幾次都是 不一樣的 但譬如說龍蝦 這些必然有 那我就覺得 純粹我不是說要推介 我只是覺得 我跟老實談了幾個 我說你也算是 逆竊奇巴 他又不是那麼誇張 我真的奇巴 我們走出去 就在這區看看 8點多已經等山鋪 還有他有個好處 你知道我講哪家嗎 你有沒有吃過 沒有 你可以試一下 OK的 因為做這些好處就是 你不用靠廚房大佬 他整天人 就是 你得罪他裡面一個 整天一走 不要說整天一走 他走一兩個人 有時候大佬都沒有控制到 一時找不到人來頂 做一做一做一做就糟了 質素就保持不了 最重要就是 買手 那些貨 新鮮 因為海鮮 蒸 你就不會差 就是這樣 OK OK 好了 那麼 你說是不是沒有生意做呢 又不覺得 那你真的要爭氣 香港人 是吧 那就不要給 下下 這陣子 很多 我們 很多朋友 我看到很多群組 本來想分享 但又不夠 只有兩張 四張 我想會越來越多了 現在我看到有幾個網站 包括國師 都會分享出來的 就是 他不拍攝很久 不拍攝70年代 沒有那麼誇張 2019年 譬如說 6月1日 這個位子拍了幾張照 跟2024年 6月1日這個位子拍了幾張照來對比 我想慢慢的這個群組就會變得更多 因為 2019年6月4日這個位子 自然有網友拍攝6月4日 這個時間拍 嘩 真的什麼都不要說 只是說那條西洋賽街 你都覺得倉海桑填得很厲害 招牌少了 你可以說 我不知道關不關事 他有些招牌要拆 做紀念 怕危險 但是西洋賽街也沒有什麼大型的 危紅光管 以前也就算 但是街上的人流 就真是麻煩了 真的少了五分四 同一時間 那店舖裡面更慘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入店舖更少 你好像 今天 一會我都會說 不過我只是計算他的數 就是 Cinema City 之前是黃伯明租的 他說退租 那已經有人入了 我不知道怎麼計算 舊租金是五百多萬一個月 我不知道新租客是怎樣的 如果不大幅減租 算不定這條數 沒有完全 所以你說 有時候說 那些院商拿成六成六成多 通常拿六成左右 五成多六成 然後有幾個百分之就是行政支出 就是會計 各樣東西 或者宣傳 製作 製片商 製片商 片主 都是收回三成 那你怎麼做呢 拍電影 雙方現在有戲看 都要感恩 好像現在落了鑊的張曉明 都要感恩 還有那麼多人 去開電影 你給我第一時間 哇 你怎麼不想是呀 拍電影 是吧 你想一下 好像《從今以後》 你有沒有看 我沒有看 據說是非常好看 OK 還有一些戲院 我教好時間 我都會去看 因為他都是真人真事 他改變 你想一下 從今以後 他收了幾個 少啊 下了袋 可能是一百幾十萬 真是慘 那你怎麼開電影 是吧 就是 就算洗黑錢 你洗黑錢也被人罵了 罵了你的票房 只有三兩百萬 你真的很慘 好 但不要緊 平行時空 我們先講一下好消息 在一個上任兩周年 港台 這個節目裡面 真的有這樣的節目 自己打飛機 又或者 駁一些老闆 政府 就是我們衛大的中央政府 看到 總之每一個接受 訪問的人 都盡量去表現自己 令到我們感覺 我們是不是生長在一個平行時空 首先我講的 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 他說 本港經濟盛在慢慢地 逐步復甦 很多人才來香港定居 反映他們用腳對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 最重要是跟著這句 形容 搶人才的計劃 絕對成功 搶人才這個計劃 就是特首李家超 就是Lounge 負責 政主義就是 陳國基 當然要說這個計劃絕對成功 他說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法23條 完成立法 加上 有了港區國安法 現在市民生活 有了保障 製造了有利的營商和社會發展的穩定環境 所以在過去一年 本港成功 吸引超過30萬的人才申請來港 包括 青夏 另外連配偶和子女 粗略估計有70萬人來香港 他們全部都是人才 反正他們用腳對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 認為這個計劃絕對成功 首先我什麼都不要說 是不是人才那些 就是沒得爭 大家有40萬人來說 你們粗略估計 多了70萬人 根據 英國外政部說 移居到英國的 有了30多萬 我之前都相信他 申請了 好像年輕了還沒有 年輕了還沒有 年輕了還沒有 20多萬 我去到英國 到處都行 算是比較多的 加拿大到底有多少 那些人又說100萬 那些人不要那麼誇張 他們沒有這些數據 我覺得可能 有護照的很多 真是說回去的 我不覺得會多於英國 就算是商訪 有20多30萬 然後大陸有些人走 那裏有幾萬人 其實 常署人口 50-60萬 我當是這樣的 外面 牙石佬那些港独手 200萬人 60萬 那裏有70萬 那裏有70多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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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他的 審訊 也是說有70多萬人 一樣 我不計算 以前我們覺得很擠迫的香港 就是因為有些流動人口 有些遊客 那裏有些 700多萬也不是這樣的 即使沒有遊客 也不是這樣的環境 我是不知道 只是用感覺 只是有一個理問 那裏有些什麼質素的人 我不是說質素 我真的不覺得有70萬人 來了香港 如果有70萬人 即使平衡了 我們那個 人口 最多是減減一些 流動人口 那些遊客 但是我就算 減減一些流動人口 真的有樣子看 我們平時香港 即使我們以前住的 700多萬人 是非常擠迫 非常兇勇的 如果你想遇到多些香港人 很擠迫的 要去深圳 可能是這樣的 但是我真的不覺得 我只是懷疑 他說是不是有70萬人來了 即是粗略估計 他這些 其實是 好 真是很貴的 為什麼 如果他帶人來 你不用粗略估計 每一個人 他帶兩個家人 三個家人 有數 所以粗略估計 我覺得 是穩困實的 我真的很懷疑 這個70萬人的數字 他說多少是多少 是不是 我感覺 大家覺得不覺得 香港有100多萬人 我真的不覺得 好了 他說 到了五月底 高材通接獲8萬5份申請 批出了6萬8千份 高材通 就6萬8千份批了 過去一年 吸引了30萬 即是不計算今年高材通申請都來了20多萬 我真的不知道是甚麼人 是甚麼人 我們說 還有150個那些 那是否高材通 其實他下來 是做甚麼 不用做事的 做甚麼公司 他說 有沒有統計呢 他說 平均公司是5萬以上 我之前看過那些報導 東方說 他不做事你也不會知道的 直至兩年後你review他 現在這個平均公司 我不知道是怎麼計算出來的 是不是 你做了 20個人 20個人有10個沒有做事的 有10個做事的 那麼 把我的薪金除了10 我真的不知道 工資達10萬或20萬以上的 有25%至10% 即是6萬8千份申請 我就當6萬8千份申請人 即是主申請人 達到 10萬元的 有25% 這樣也有2萬人 20萬的 也有10萬人 每年為香港增加340億 直接經濟的貢獻 而且他們的寧軍真的35歲 35歲賺那麼多錢嗎 他們帶了幾萬名子女來港 九成是14歲以下的 華為香港補充勞動力 只會學校不用那麼醜醜 就是 我是很不明白 不用撿那麼多有事院 我是很不明白 小學又殺 中學都要到處撲學生 現在出那麼高薪金 我真的不知道 10萬20萬人 都佔了25%和10% 投資銀行也要炒人 投資銀行不是炒人是走人 那裏是大陸的 好了 問心那句 不是 他們說他們唯有信 政府 你想想 剛剛 大家一向都知道 過去有很多人 尤其是過去兩年 不同的路線 所謂的潤 基本上 最多過去兩年就是美國 因為 拜登說 短期內不會 抓人 可以繼續逗留 其實我真的很懷疑 他們有些人不想走那條線那麼危險 會不會有人下來 想著拿個護照方便 遇人私潤 所以早前不是有人說 被人騙狗 原來落到地屌你都沒有工作 而且拿不到 要七年才拿到特區護照 那是不是反映了 最終目的地是香港呢 我都很懷疑 雖然現在 地緣政治和高息環境之下 但是香港經濟正在慢慢地復甦 正在復甦 是嗎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慢慢復甦 還是糟糕呢 最近 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佈 2024年世界競爭力年報 香港排名上升 然後我又找了 是上升什麼呢 是上升什麼呢 我又找不到你找不到 第七星到第五 OK 第七星到第五 首先這個 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是什麼呢 我都不會深究 但是 第七星到第五 你又覺得 顯示是國際社會認為香港 穩步向前 很多排名香港也跌了 問題你要記住 其實我們在以前的 我印象中的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這些有什麼關係 香港從來是排第一 一一二二的 我現在排一個才能夠 不是 我都說完了 OK 另外 張國坤 OK 即是我們那個 比錄林尼涵 即是那個 副司長 律政司副司長 唉 他接受這個 上任兩周年的訪問 一大段 不是 他這次是星島專訪 上任兩周年他也有份的 他說 最主要是他覺得西方媒體和部分政客 不了解國安法和23條的條文細節 作片面評論 老實說 你要這樣說就這樣說 其實我也不了解 你怎麼質疑 因為人家是逐條逐條 其實 有就這樣評級的是有的 但是 逐條逐條去問你們 怎樣解 是怎樣用 而你們是沒有逐條逐條 答 一味道是說你遍面 不了解 甚至乎最厲害的是什麼 例如 國安法 第一句已經說了 保障人權 香港人不影響香港人的什麼自由 那麼你們就用那些 你怎麼寫了 但裏面就不是那件事 不是那件事 甚至乎裏面的條文都很矛盾 你們是沒有回答過的 然後就說別人片面 不理解 老實說 真是不理解 當然要批評 因為理解不了 他們是沒有回答的 好了 那他 又說 35家引發西方媒體 以及他們的政客 對香港更加攻擊 當聽到 這些重要案件 或23條工作 的不實評論 張國均說 香港市民 你需要站在客觀的角度分析 了解說話式的動機 你要知道他們背後到底在想什麼 對方的評論到底是公不公道 他們背後在想什麼是不重要的 鬼佬不想我們好就肯定了 問題就是 他講出來或者指出 那個法律制定 包括這個國安法的23條 的疑問 你有沒有回答到 忠然去不好心 你回答不到的 就給一個藉口 這些狼子野心的外國政客 你都不會唱衰香港 你回答的嘛 就不要一口去指別人 沒有什麼意思的 喂 你真是 大家有底氣的 直接丟你什麼事 算了 丟你什麼事 我們就去做自己的事 三天不是兩天 丟你什麼小丑 走出來說了 別人什麼片面 有什麼背後 雪山道四 香港市民 我是香港市民 我真是很幸運 你們收我們幾十萬一個月 別人有這個疑問 我們是國際社會 是嗎 你這班人 尤其是這些文件不算新 好像你的朋友 周浩鼎那一陣子 又養衰了 找人 那些領事去看 什麼東西下雙周 別人不肯刮你 那你老實說 你請人去 別人真是不顧你 而且你是用民建聯的身份 是什麼事 民建聯的身份不是代表不行的 如果以前 整個議會 什麼人都有 他都可能反而會看看你的電影 你現在就用立法會身份 會好一些 但是立法會人家看不看你 都成問題 好了 你經常說人家不公道 你回答人才行 然後這裡 講來講去 他都沒有回答過問題 只是說 香港市民要想一下別人的動機 你真是誅心 別人的動機是 那你要回答不回答 你回答不了 你回答就一巴巴聲 反而他找到這裡 你一時之間 你是難搏的 他說好像美國總統參選 又罵TikTok 自己又要用 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來的 OK 但是 無論你怎麼說都好 TikTok 他真的製造多少人低能量 我又從來不看 TikTok在美國還有得玩 還有得玩 但別人的Facebook呢 IG呢 你說去罵 因為別人是一個 法治國家 所以 即使 又說川普時代 又說要這樣 他們不斷使用司法程序 他們打官司去拖 於是 你老實說 在這個選區裏面 TikTok也能進入很多 真的進入了屋子 在美國 他們說是續用 對呀 你可以說是虛偽 但是 如果 尤其 尤其是 尤其是 Facebook那些 你能看到現在進入也還未能進入 對嗎 好了 另外 這件事我覺得很重要 我覺得以後我們不如在香港 真的要禁止了 我不知道太多東西要禁止 我覺得黃色頭盔要禁止 地盤那些 黃色雨樓更加要禁止 更加要禁止 更加要禁止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當日 中環那間什麼飯店 門口 快餐店 人家有一幅十幾年的 有一些工人 吃飯的漫畫的壁畫 十幾年了 那工人 怎麼看這個工人呢 比我去做漫畫的 我都最容易 就畫黃色安全帽 你就最容易人家一看 就知道這是工人 就等於你戴個 余林軍黑色那麼長的 你都知道是英國 就是這樣 被人投訴 你不要扶了他 甚至乎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前年 青雲那套神探大戰 他不是穿黃色雨衣的嗎 也有人在 質疑的 不過 不想理他 軟傷的 不想理他 雨衣以前是黃色的 而那套神探大戰也是拍了幾年 可能100年已經拍完 然後才上去 等你那個什麼結束 雨衣很多時候都是黃色的 現在通常 一次性 處理 dispose 一次性的 是透明的 薄的 我講到專家 我就是雨衣之中的專家 又專家 說雨衣 我真是說雨衣 沒有人比我熟 不要說沒有人比我熟 我是很熟 為什麼呢 我媽媽和我大姐 我家住六樓的堂樓 就在我那棟堂樓的三樓裏面 啤雨衣 由我整成以來 看著你啤雨衣 啤到大約我中四五 他們才離開那間工廠 我從小到大 因為我住六樓 他們在三樓 我老媽子在那裡啤雨 可能我家積讀完書 又會下去啤雨 讀完小學 那我呢 於是乎 就很多時候會下去玩 從小到大 在雨衣廠那裡玩 到了teenager的時候 就會 少一點見面 但有時候都會拿鎖匙 和老媽子拿錢 那 那時候就是這樣 有些生大堂 我最記得 我們去的老闆 所謂叫徐生徐太 有個女兒 小時候幾個月 她脫口 很漂亮的小時候 現在我也有去的照片 那沒有搞 那就沒有搞 從小到大 他們都說 你知道大人玩 什麼結婚 那些東西 就是這樣的 接著 有個張叔 是做雜工的 那個張叔 都年紀大很多 大我 老媽子那些 他是上海人來的 是一套西裝回來 很綺麗的西裝 不停的 做雜工的 然後呢 收工又穿上西裝 我才知道什麼叫海派 就是了 那又有個 楊福 是呀 又有個黎錦平 什麼鳳媽 鳳媽也帶來的女兒 鳳媽 都現在有聯絡的 不要什麼什麼 哪個漂亮的 我媽媽去年 走他們也來看的 有子君 很多 那時候就是這樣的 香港70年代 那為什麼我屬於外面呢 如果我看著 我會摺乳樓 還有看著 你怎麼背乳樓 即使是那時候 出口很多 其實那時候 這間山寨 都不是最主要去做的 他可能是做一些工序 然後呢 這個徐生徐太的所有的老闆 就會 將這些成品 交到一些大廠 大廠就接單 那時候其實很多行業 我想經過過 六七十年代的朋友都知道的 但是呢 雖然說不是做工序的 他有時候都會承建 乳樓的製成 因為乳樓是膠 來的 通常一採出來 那些尺寸 那些一幅一幅東西 他就不是用針鑾的 是要貼的 我連那部機 我現在一部講到也記得 他將衣服 將兩件乳樓 譬如那兩塊膠 一按下去這個位 要貼到那邊 我媽媽就一腳踹下去 踹下去 貼下去就要貼住 就要貼住 就是貼住在對的位置 一按下去就加熱 OK 熱一辣就 令到他黏住了 那時候有些乳樓我都會很喜歡的 某時候 為什麼呢 大部分都是黃色的 就是他們 梁寧傑穿的那些 為什麼呢 他有時候有些character 譬如Superman 譬如北牌 那時候流行的character 好了 接乳樓又有技巧 我們小時候接乳樓 因為是膠 他很容易你接完之後 人家就放在袋子上 人家拿出來 就會黏住所有膠 所以我們會放 一張薄的牛油紙 會放些豆粉之類的東西 總之 你接下去 人家突然脫出來拿出來的手 就不會 整塊東西的膠黏住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小時候 鑽來鑽去的時候 你知道的廠商 搭的那些乳樓很高 我又跟徐口音 又要捐下去 小朋友不懂我喜歡捐的 總之桌底 在乳樓上 扮露營 是啊 覺得上面有些 什麼 聊天 其實他都 都開始大過teenager 大家去到十多年 十幾歲 就沒什麼來聯絡 但是呢 其實他越大 他就很少回去了 就是回工廠了 他都是屬於美女的 那麼 他應該 我早很多年 老媽跟我說 他結了回五大 應該沒有小孩的 但是我二家姐 就跟他弟弟 另外是我弟弟 補習的 所以說乳樓 我真的很有一手 乳樓就是黃色有原因 其實我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反而 大部份是黃色的 就是下雨的時候 如果他駕駛車 容易看到 容易看到那些人 反而我不知道有原因 因為其實 那時候我們 補乳樓 絕大部份是黃色 還有 你這麼說 一些鮮色 又是比一些小孩 一些鮮色 如果一些大馬 反而我現在回憶 很多時候是灰色 灰藍 我想 因為那時候 未有那麼富裕 即使英國 後來英國就流行卡其式的乾濕樓 但其實乾濕樓和乳樓是不同的 但是大部份 都是鮮色的 他有些是這樣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他是 比我黃色的比較薄 但是又會厚過現在的 一次過 透明的藍色 透明的彩藍色 你明白嗎 都是容易看的 別人如果在落大雨之中 透明的彩藍色 很多古靈精怪的 到了後期 到我們十多歲的時候 乳樓的那頂帽子 有個雞頭 恐龍嘴 開始有花心 吵你老母 說那麼多這個雨樓 為什麼呢 我覺得黃色的雨樓 真的不能再 allow in Hong Kong 瘋狂線到 首先 原來文化中心 有一組雕塑 原來是擺了很多年 從2014年開始 就擺到了 有些人會跟著嚇到 一個雕塑 就是什麼呢 是把一個台灣的 叫做 珠銘 的作品 有很多系列的 什麼香港系列 太極系列 人家系列 等等 這些雕像 那時候 他就擺在這一組 青銅鑄帽 叫做排隊 的雕塑作品 就擺在 藝術中心門口 排隊就是 某些人不排隊嗎 沒有 其實老實說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藝術價值 但是沒什麼所謂 有藝術技藝 那我按一個 就想問 我按一個又拍了 好了 羅浩方外面的雕塑有沒有拍了 羅浩方外面有雕塑 還是有雕塑的 我也不知道 我其實不知道 基本上是藝術技藝 我懂得想嗎 好了 不要緊 他一直在 2014年 因為日曬雨淋 有時候 是會要收緝一下 好了 誰知道有網民發現 他這次收緝是怎麼收緝呢 你就收到他 他就找你圍了他 找圍板 而圍板裏面 其實是一張照片 就拍了這10個排隊的人 但是零零射射 就把那兩個穿黃色雨衣的雕塑 遮擋住 OK 好了 究竟他到時 會不會 今早 雕塑都搬走了 搬走了什麼 根據他們說的維修 我真的這麼說 你回來的時候 會不會失去那兩個 黃湖雨衣呢 又或者會不會有人 游臨了那兩個黃湖雨衣呢 如果你去到這樣 其實沒有人會理你 沒有人會記得 什麼的 你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你知不知道這些事情 這麼小事的事情 甚至乎沒有人因此而 被捕 但是 究竟對我們有什麼益處 我們看一張相片 大家看幾方謬 上面就是那個雕像 的排隊 像你所說 有時候晚上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 又不敢動 你不知道的話 就是藝術技的 我適合一條毛 不要緊 好了 唯有是 因為要維修 whatever 不要緊 你老母 零零射射射 遮住那兩個黃色 你不如禁掉它吧 我想問 他把雕像搬走了 為什麼還要 尋找維修 放在他為主 我想 我不知道 或者是 或者是 什麼呢 就是告訴別人 有做雕像在這裏 其實我覺得 你不是要搬走 不是要搬走 你不是要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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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要搬走 我不是要搬走 這也沒有荒謬 今天這個更荒謬 我不知道 這件事 原來去年有一個陳基求先生 在中秋迎月日 走到雙獅子山 帶了一條 Banner 有幾隻紙 涉嫌違反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 遭控一項沒有許可證下於郊野公園內展示條幅 也是有這法例的 案件 就是今天在金融城裁判法院再信 陳基求 否認控罪 裁判官 就將案件定在8月23日作審前覆下 陳伯 用完條件繼續保釋 我不知道是甚麼條件 我想是幾百分 陳伯76歲 報稱退休人士 被控一項沒有許可證下 於郊野公園內展示條幅 OK 控罪說 去年的9月28日在獅子山郊野公園 沒有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的總監批准 的許可證下展示條幅 首先 如果我帶條條幅去展示 我想我很早要找 我從來沒見過他在家庭公園 他看到那個所謂的 家庭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總監 是誰 我從來沒見過 是不是我早點要他說 如果你說他屌他要搞什麼 屌你啦 沒什麼榮光 我都更明白 大家看看 看看照片 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 我沒有拿 他屌你 他只不過是把路訊其中一句 黃黎冷對千夫子 虎手甘惠 魚子牛 他 他踩到哪一條眉 你說龍飛鳳武鎮家星招牌一鳴天下響 我們都說去黑社會 如果我拿去床前明月光而是地上傷又行不行呢 一點點應該就不行了 因為你的條幅來的嘛 是不是 我如果支持基本法 支持23條捍衛基本法 又行不行呢 如果那個你不告的 那我就真的很大禍 如果你說 光復香港五大訴求 我知道這當然不行啦 我吵架去按鈎 這樣按鈎就該你被人抓啦 你毛黃眉冷對千夫子 什麼事啊 你真是不知道什麼事 還可以落案 你說有七十萬人才來 恭喜你 休息一會